位於臺灣臺東的嘉明湖國家步道 每年都湧入上萬人次 還被網友票選十大熱門登山步道第四名 嘉明湖國家步道的最大特色 就是擁有視野遼闊的冷線步道 讓人有走在世界屋脊的感覺 吸引著無數山友來朝盛 一座接一座連綿不絕的冷線步道 視野遼闊四周都有群山環繞 有時還有雲海山藍飄過 美麗的景致讓人彷彿置身於世界的屋脊 步道終點是嘉明湖 路途中不僅能登上百越三叉山 還可以到百越向陽山欣賞日出美景 運氣好還能遇上難得一件 向陽山投射出的七彩光圈 這邊的風景真的就是太震撼人心了 就是我們從晚上開始爬 然後到看到日出 然後雲海 我覺得一切都非常的幸運 然後雖然下面風很大一點冷 但是真的非常的漂亮 真的非常值得 除了經過兩座百越 路上還有神秘拍照景點黑水塘 底部是黑色淤泥的黑水塘 讓倒映出的藍天白雲特別不一樣 蠻明顯的 蠻美的 加明湖國家步道全長13公里 沿途有玉山原泊 和令人驚艷的拍照景點 臺灣迷猴 水陸 甚至是黃猴雕等野生動物 隨時可能冒出來 不過因為太過熱門 步道有多處因人為踩踏及氣候影響造成的土石流失 臺東林區管理處在今年發起一人一公斤 為永續加明湖國家步道而悲活動 讓土石回歸原地 回復山林原有的樣貌 下山時還可以領取限量紀念明信片 一人一公斤 為加明湖步道而悲